纳萨洞察号火星探测器着陆的地点,名为极乐平原AZM,但从这里极目远眺却满是荒芜,没有一点极乐世界繁花似锦的样子,于是科学家计划释放一只鼹鼠到地下探索一番,看看能否有什么意外发现。 根据NASA的最新消息,2019年2月28日,洞察号部署的第二台科研仪器,来自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的机械岩鼠热流和物理学特性探头HP正式启动,在4小时之内,锤机4400,已经深入火星地下18至50厘米。 由于钻取结构和土壤长时间摩擦产生高热,岩鼠每锤机4小时,就得停下来冷静一下。 在两个火星日之后,它将用自身电力加热一片铝箔,花一天的时间测试周围土壤的热传导率。 锤机,冷却,加热,测量,挖动4小时,休息3天,这就是一只岩鼠在火星的幸福生活。 通常来说,幸福总是短暂的。 HP3实验的首席研究员Tielman Spong介绍,岩鼠在第一轮决动中,就遇到了一块石头。 好在它的尺寸不大,不会阻挡岩鼠前进的脚步,钻取机构倾斜大约15度将其推开。 马萨潘气推进实验室,曾做过模拟测试,岩鼠并不畏惧10厘米以下的石头,但克服类似障碍,会耗费大量时间。 据德国科学家介绍,热流和物理学特性探头HP总重3公斤,最大功率2瓦。 前端的钻取机构,通过旋转的涡轮拉伸住弹簧产生垂击效果,第二个弹簧,用于吸收反冲。 德空间系统研究所的Talbin·Whitman解释说,整个机构就像一枚自带锤子的大铁钉。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,岩鼠将进行十轮垂击,在火星地下钻个3至5米的洞,再用后端拖拽的一条配有14个传感器的电缆收集火星内部数据。 温度、热导率和辐射计数据,将发送至德国科隆德的控制中心接收,然后由德行星研究所的科学家进行处理和评估。 目前,科学家最担心的是,岩鼠在向地下绝境的过程中,遇到一块大石头,小身板的岩鼠挤不过去又退不回来,它在火星上悠哉游滋的幸福日子也就到头了。 宇宙威往事,专注科学科普敬请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